中国和田域最多的地方在这里 订阅寓员和田域每天学点新知识 且墨是新疆的一个地名 它位于巴英国棱、蒙古自治州 及巴州地区 位于昆仑山、阿尔金山脚下的且墨县 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这里是和田域的主产地 有以山料为最多 如七家坑是清末民初时天津人七春府 七光涛兄弟在且墨地区开采软玉石所建的矿坑 因产出的玉料色白、滋润而闻名 又如同样位处且墨的杨家坑 所采预料有粒子色外皮、内部色白滋润 再如且墨山上的卡枪坑 更以所采预料的白口、青口、黄口之分 至间幸云 并常带有严厉闪星而让人爱不释手 且墨县车尔城河上游的塔特勒克苏玉矿 是最大的山玉矿之一 除此料外 市场上大部分的和田玉都出自且墨 且墨玉主要有 唐阳之白玉、唐玉、羊之白玉、白玉 清玉、清白玉、黄玉 也有少量品质很好的戈壁玉 且墨产的和田玉山料 占到整个新疆和田玉总产量的70% 且墨县塔特勒克苏玉矿 位于海拔4500米的昆仑山上 由于山路崎岖 开采出来的玉石要靠人力背扛下山 且墨料密度高 油性好 玉制干净细腻 是山料里玉制最接近紫料的 暗处处分 有山流水、山料、戈壁 二是暗颜色分 有白玉、唐白、清白、清玉、唐青 唐玉、青花、黄玉、黄口、碧玉 且墨碧玉品质欠佳 几乎没有价值 且墨料玉色最出名的众所周知的是 唐阳之玉山料 行内俗称高唐白 明显这个高是形容白的 但是人民群众一创造 马上这个质感就不一样了 且墨料白玉山料往往半生唐玉 所以很多人一见带唐的玉 就会第一时间想到且墨料 且墨白玉山料里的 阳之玉级别白度同时半生唐玉的 就叫做高唐白 那种白的感觉 只能用食物图给您表现了 非常细腻油润 从毛料就看得出来 更别提做成成品了 黄口料是且墨比较出名的料子了 它是机制为白玉的料子 在形成过程中 受到水中氧化铁的渗透 被染成了黄绿色调的玉 黄口一般是发青黄 断茶的部分看得很明显 橙色区分主要是青的程度 和净度细腻度 黄口料在市场上 价格不高的原因是质地较脆 韧性不算很好 玉制相对其他玉色 也比较疏松一些 但是油性 没说的 浅墨还有一种清玉 产于山上的小河里 极像河墨 外面包裹一层厚厚的石皮 玉制超级细 想出好玉全靠度 这种清玉产量本就很少 再加上能切出理想玉制的 就更少了 属于可遇不可求的